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是间谍 世中大王本名叫做伊伊多 他在军事、农业、科技发展、天文、历法 甚至在语言文化上都做出了语族轻重的贡献 我们直接来介绍他影响后世最深远 而百姓们最为改变的事迹吧 就是发明了 对韩国的各方面发展带来了无法估计的声援影响 原本朝鲜时代使用的语言 仅有发音而无文字可记载 是应套用中国的汉字并一字一句的背诵后与发音做连结哦 因此百姓根本不懂汉字 就算看到汉字都念不出来哦 就更不用说知道其意义了 就是个文了 世中大王为了改善人民的处境而发明了韩文 得以让百姓试制并让知识普及 使知识的力量不再由两班贵族所把持 开化了民智并培育人才 从百姓的角度来看 世中的这个举动造福了天下百姓 但却大大得罪了所有的两班阶层 影响了他们集团利益于地位 讲到这里大家该能理解 韩国人有多感谢世中大王啊 因此在韩国人最常使用的万元纸壁上 印有世中大王肖像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韩文的得来不易 与世中的攻击 而为了纪念世中发明韩文的创举 将10月9号定为Hunger Life 全国放假一天哦 韩国还在南极建立了两座科学考察站 而第一座呢 就是以世中命名的世中科学基地 另外被称为世界十大驱逐舰之一的 KDX-3型飞弹驱逐舰 它的命名就是世中大王级飞弹驱逐舰 在小学课本中展述了世中大王创造航丸的故事 并多次提到这位武人 而在代表首都首尔的寝福工前的光化门广场呢 也有世中大王的铜像安座 供人民景仰 在李氏王朝统治朝行的519年间 共经历了27位君王 但唯有世中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至今仍然与众不同 所以说啊 不知道世中大王的韩国人一定是间谍 这句话可是没有再夸张的哦 今天先简单的介绍了世中大王 那下个影片来讲桃文创造过程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安妞 我们下个影片点准备 3 4